天色尚早 离墨景号回府还很久 楼玄影将那袋药草交给了万总管 吩咐他务必派人将他亲自送交到墨景号手里后 他只觉得一身轻松 压在身上的重担瞬间清了 他希望能够早日将玉玺交回皇上手里 放在他这里 他不踏实 交出药草后 楼玄影将墨奇岳离去休息 而他则回书房学话去了 然而半个时辰后 田儿敲着书房的门给他传了话 小姐 王爷回府了 让你到大厅一趟 楼玄影听到后 手中的毛笔顿住 很快回道 知道了 我马上到 话虽如此 他还是从容地将自己手头上四步像的话收了尾 边落笔边思考 一会儿墨景号可能会逼问他的话 终于他割下笔 他割下笔 副手走出书房 刚进大厅才发现不仅墨景号和岳处在 连最近忙昏头见不到人影的黄府尘也在 哟 大忙人兵部侍郎也有空过来 你这样跑了 让你爹自己忙活真的没问题 黄府尘听多了他损人的话 表示已经习惯了 只朝他头去一眼 继续喝着手中的茶 而后他才慢慢地反驳 你还有心情调侃我 难道你没发现 景号的脸色很臭 楼玄影撇嘴 他一进大厅就发现了 所以他才假装没看见 转而调侃黄府尘 过来 墨景号的声音很平静 听不出任何情绪 可听在楼玄影儿里 却清楚那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罢了 他愁愁着上前 在他面前两步远外站定 摆出最真诚的笑面对他 你找我有事 你说呢 他去了他一眼 拍着身边的位子 示意他坐下来说话 他立刻摇头 一脸听叫地看着他 不做了 我有什么做错 而你要批评我的 就直说吧 哦 你自己说说看 哪里错了 墨景号漫不经心地答着 端起桌上的酒杯 喝了一口 而后把玩起酒杯来 他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他的表情 正猜测他此刻的心情 耳边就传来黄斧尘幸灾乐祸的笑声 他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很快又看回墨景号 不惧地回答 我没觉得我自己做错呀 不就乔装打扮 溜出府吗 月里回来了 我只是去接他 见他久久不回话 他又加了一句 我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府里不出去 我会憋死的 你转身就望曾遇过的危险 没望 可我也不想蹲肩劳 舍得哪也不去 被抓走是关禁闭 如果留下也一样是关着 那对我而言 还有分别吗 我宁愿选择自由一回 他知道墨景号 是怕他遇上危险 不过在自由这一点上 他不可能让步 他的性子太闹 决定了他不可能安逸地 待在一个地方 墨景号叹了口气 在这世上 他们这辈子 估计都争不出个所以然来 好 这事以后再议 药草的事 你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他指了指月厨 手头边放着的大包袱 月厨把包袱打开 里边正是那十六种 稀有的药草 这些药草长得异常肥大 鲜嫩得仿佛刚采摘下来般 细看之下 还能发现 他们每片叶子都近乎完美 宣有 你这些药草哪里找来的 短短一天的功夫 你竟然一下子找齐了十六种药草 楼玄影眼睛都不眨一下 笑着回答 月厘给我送过来的药 真的是这样 若我没记错 这里有近七八种药草 洗温的 它们根本无法在冰蛇岛生长 也正因如此 当它们打开包袱 看到这些药草时 才会那么震惊 凌玉成山谷云集 买卖药草不计其数 即使有些药草无法在那生长 但不能排除 在那出现吧 它的话 若不深究 确实有道理 可深究起来 破绽很多 月厨拿着雪灵芝 左右摆弄 而后笑道 这长势可真好 若所有的雪灵芝 都这种长法 它估计 也不会有仙草坠称号了 它看向墨景昊 主动全在它手里 至于信不信它的话 也依它而定 你管它怎么长 能用不就得了 皇上正等着你的药治病呢 玄瑶 若我再向你要几样药草 你是不是 没了 月厘人已经在这儿了 没人跟我送药 你别指望我 我又不是种药草的 楼玄影不等月厨把话说完 直接打断她 还附送了一个白眼 楼玄影 你真的觉得我们仨那么好忽悠 真把我们当朋友 就实话告诉我们 你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黄斧尘也插话了 他百忙之中抽空过来 就是想一堵楼玄影身上藏着的秘密 可叹他的口风 他似乎完全没有告知他们的打算 楼玄影朝他办了个鬼脸 仍然咬定 药草是莫其月离送来的 月厨 药草拿到了 你尽快将要配出来 黄斧 你也该回去帮你爹了 形势严峻 容不到半点差错 墨景昊始终紧盯着楼玄影瞧 见她那态度 暂时是不可能问出任何事的 只好决定从长计议 黄斧尘和月厨点头后就离开了 楼玄影拘谨地站着 在厅里东张西望 却始终不看墨景昊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也想走了 她知道 她一直在盯着他看 可她难道不知道 这样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吗 过来坐下 她倒了杯茶 将她移到旁边的位置上 而后以眼神要求她坐过来 不要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不问你药草的事了 我会等 等到你愿意亲口告诉我真相的那天 楼玄影低头皱眉 早知道他们不会相信了 可没办法 她不能说 她又犹豫了会儿 才慢慢朝她走过去 在她旁边坐下 等了一会儿 她见墨景昊 从衣袖里拿出了一样东西 放在了她面前的桌上 只淡淡地问了句 认识她 那是一块令牌 向上的一面写着令字 她将令牌拿去 翻过面来 却再看到上面的字是愣住了 令牌的背面赫然写着义字 底图是龙文 义军迁 你是想说 这令牌是她的 而这令牌 又是怎么一回事